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燕翔 全球疫情在疫苗的施打率逐渐普及之下 开始慢慢的受到控制了 投资朋友都在找 除了所谓海啸第一排的产业 股价已经大局反弹了一波之外 还有没有被遗忘的疫后复苏股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族群 说冷门有一点冷门 但说生活话也可以很生活话 那就是工业电脑IPC 先介绍我们今天语谈的来宾 是MoneyDJ美声小公主的银词 但是她为什么有这个称号呢 我在这里不能告诉你们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 Google一下她的名字 这个就是一个隐藏版的小彩蛋 好 先银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银词 那这边就快速的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IPC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 在做什么这样子 其实工业电脑呢 就是非个人用的电脑 像是用在这种比较需要可靠性 安全性 高温低温耐受度 抗震防尘 这种比较有特殊用途地方用的电脑 都可以称作是工业电脑 那她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啊 除了刚刚提到的iPhone的机台啊 其实很多店里的那种自助结账 自助服务的kiosk机台 然后ATM啊 post机 或甚至是赌场里面的拉扒机 乐透机 这种很fancy的游戏机台 其实也都是IPC业者的市场这样子 那还有其他的 像是这种各国的这种交通工具 轨道啊 运输系统 或是医院里面看得到的 这种医疗用的平板 还有现在各国很积极在建的 这个5G基站 这其实里面都有 这个IPC的产品的存在 真的很多耶 感觉很生活 生活都用得到IPC 对 所以其实它听起来很陌生 可是其实跟我们生活很近啦 那像严华董事长刘克正就有提过说 他觉得IPC应该要改名叫做 工业物联网的厂商 这样子会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一点 就是一个万物都联网 所以万物都IPC的概念 对 他们什么都做 所以听起来工业电脑就是更耐用 他就更强调它的安全耐用性啊 然后处理的资讯量更大 有点像是个人电脑版的升级版吧 有点像是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IPC的确就可以看成是 这个电脑PC的延伸啦 那大家就知道啊 就是其实台湾一直以来都是 PCNB的生产重镇嘛 那IPC其实也是喔 像严华它就是全球最大的IPC厂 那华汉也陆续跟其他的国际 前一前二大厂的 S&T Contran这种大厂结盟 所以就大家可以看出 其实台厂在IPC产业是 在国际上很有地位的这样子 刚刚银瓷前面也其实也提到了 工业电脑这几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些 应用场域喔 包括在工厂的一些自动化啊 零售业啊或是赌场啊 或者甚至这几年的一些大趋势的5G喔 都是被市 所以为什么市场在这个时候会看待 这些工业电脑的族群 会看得比较认真 最主要也是你提到了这几个重点的场域 其实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都还蛮严重的喔 那可是我其实觉得比较好奇的地方是说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我听到有些工业电脑的厂商 其实对今年好像还都不敢看耶 然后他突然就觉得 是市况变好了吗 对其实近期啦 这有两大龙头厂商 炎华跟华瀚呢 他们都有不约而同的说 目前接单的状况 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强劲 那神奇的地方就是 大概到去年Q3 Q4 下半年的时候 炎华都还说客户还在观望 那Q3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统计 叫做接单出货比BB Ratio 那他说Q3的时候 公司的这个BB Ratio还不到1 大概0.97左右 Q4的话大概稍微回升到1.1 就过完年吧 今年过完年 客户订单突然暴增 现在BB Ratio已经来到1.52了 那当然接单到出货 中间有一定的时间差嘛 所以炎华就预期说 营收如果要比较明显 有开始显现的话 大概第二季之后 比较有可能这样 不过我觉得影词 刚刚的形容蛮妙的 他刚刚也讲了一个 用神奇的事情发生的 这种感觉 让我想到去年的状况 去年的时候 大家也是过了一个年回来 突然COVID-19的疫情 就全球性的大爆发 厂商的接单跟生产 一系间就是风云变色 今年看起来 反而是过了一个年回来 客户突然都转乐观了 订单戏剧性的激增 是说现在的客户 其实都很喜欢 神秘感这一招是不是 其实最主要就是 有两个点啦 相信听众朋友 有看新闻都知道 现在应该全球 几乎是什么都缺吧 当然这种 电子零组件 也是缺到疯掉 客户呢 因为担心缺料 所以他提前下单 甚至是overbooking 重复下单 这当然都是有可能的 那另一方面 当然就是因为疫情的确有 就是有慢慢在趋缓的现象嘛 那疫苗也开始打了 所以客户也会预期说 终端的需求开始回升 所以大概实际的需求 加上这种提前下单的心理 造就了现在的这个强劲的需求 听起来就是 看起来IPC产业 跟所有的电子产业都一样 它这一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缺料 看起来我们前几集都有提到的啊 譬如像DDR3啊 用在工业电脑上面的D-RAM 供应非常的吃紧啊 面板啊 驱动IC 这个部分都是 现在电子产业根本基本上是去厂商的门口 厂房的门口去等产能的概念 这样子才可以抢得到订单嘛 但是因为这一波也是 所有的东西价格都在涨 那IPC这个东西 这个终端的产品 它能够把这个成本转嫁出去吗 基本上是可以的啊 就是谈到说零组件价格飙涨呢 像IPC有厂商就有提到说 在现货价的部分 其实光是一个小小的元件 可能以前只要 一颗只要五毛钱零点五元这样 那现在是二十块 一颗 太好赚了吧 你上次变成二十块 这样是翻的大概四十倍耶 所以你就知道 那如果要做出一个板子 或是甚至是一个一整个机台 可能要用到上百上千个零组件 那像一些关键的零组件 也不是说愿意付贵一点就买得到啊 供应商就是说是真的断货 你只能换一个型号 结果换了型号之后 可能你下订单假设两百颗 供应商还是只能给你一百颗 就没有办法给到足够的量 所以像产业的老大哥炎花呢 他就开了第一枪嘛 他就说他大概第二季开始要涨价这样 那像林华 菲杰 还有陆陆续续有很多厂商都有表态 就同样也是说 第二季起 那个客户的报价要跳涨 那看订单不同 涨幅呢 有些会落在五%左右 有些大概一成上下这样子 所以可以说IPC这个产业 从今年开始 其实有一点像是 转向卖方市场了对吗 就是基本上 因为他供应的是 有缺料的问题 所以他本来供应的量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的足够 然后市场的需求又起来了 所以基本上他们要涨价 客户比较不敢说不要 因为不然他就没货了 对对对 因为确实也有需求这样子 如果从疫情后的复苏 看起来整体的环境 对这个族群有利 可是 我觉得我想帮听众朋友问 这个产业真的很多的公司 听众朋友其实是非常的不熟的 那银丝可以帮大家分一下 分一下族群说 到底这个产业 我在个股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选股吗 我觉得不了解的时候 从大厂开始观察 是比较稳的啦 就是像是炎华 华翰 这两家刚刚有稍微提过 其实他们都有表示说 接单很强劲嘛 那今年业绩重新回到成长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以现在零组件 缺料这么严重来看的话 大厂相对小厂 也比较有采购优势 那像炎华有提过说 物联网啊 车联网这种时代来临 这种联网的装置量 就是应该要迎来这个蛮大的一个成长了 所以不管是短期 中长期 其实对他们业绩的帮助 相信都是很正向的 之前其实上个礼拜 华翰的法说会 其实讲订单的部分 也讲得非常的乐观 对对对 只是因为他就说 他们自己目前这个缺料状况 大概七成控制得住 三成还在 还有待解决啦 所以他们就 对这个后面 这个没记的状况 他们比较不敢说得很 很确定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大厂都只能控制七成的话 有些小厂的部分 可能连五成的料源 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把握 对对对 大家真的是都追料啊 抢料 讲的就是蛮 就是蛮多的啦 蛮辛苦的 对真的真的 除了大厂之外 我们可以从应用面来看 哪些可能是今年的明星级的应用吗 我觉得有一个 就是大家应该 大家知道5G应该商用 大概差不多一周年了啦 所以其实如果跟5G啊 还是去年 因为疫情开始造就了那个 因为大家都work from home嘛 都在家 那企业对这种 他们的资讯的安全 也很在意 去年骇客其实蛮忙的耶 对 很多机会可以漏洞 对啊 很多企业都有被骇客 就是害的问题这样 所以那5G跟资安相关的厂商 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这边觉得像瑞奇店呢 大家应该去年就有听到蛮多他的消息 那他的产品主要也就是跟网路安全相关 像一些网路IP啊 应用的监视器啊 什么什么的 那他还有透过并购 有切入一个新的市场 像是 就是帮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啊 做资安维护设备 其实讲白一点 大概就是有点像帮企业的设备 防害客这样子啦 对对对 这很重要 不然的话一被害的话 整个厂可能会真的就没办法顺强运作 真的 所以他们就是把这样的产品叫做 他们归在一个类别叫OT营运科技里面 那瑞奇店呢 他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拿下一些 大的 欧洲的大的车厂啊 然后台湾的大的半导体厂的OT订单 那这些订单当然都是比较高毛利的 那随着这些专案就是开始出货的话 当然对他的业绩放大也是很有利的 那另外一间还要提到的 还要提到的就是利端了 因为利端他是IPC里面的网安 也是这种跟安全相关的 他是这个网安龙头 他也是一个龙头 次族群的龙头厂商 那他的产品是有受到全球前20大电信营运商的认可的 那他近年来就比较关注在这个边缘运算上面 他随着这5G普及的话 边缘运算的需求当然是越来越强劲 这是现在一直有在谈的 那这种运算设备的安全性也是客户很重视的 所以在他有这个 你看全球前20大电信营运商的这个基本盘 对那他接下来在发展 他在推他的新品的时候 他当然成长空间也是蛮值得期待的 对那值得注意的话 就是台达电呢 有宣布说他要认购利端9亿元的私募担保转换公司债 那他那时候台达电是说 他也是看重这个利端在边缘运算 网络安全的客户还有产品 这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能量 然后希望之后的合作可以更顺利这样子 那不知道燕翔有没有听过啊 就是说其实还蛮多人会说 被台达电投资的其实都是好公司 后来发展好像也都不错啦 所以如果整个这样看起来 说不定利端也是蛮有稳 有机会稳定成长的公司 有啊我刚跑线的时候 其实也跑过台达电 这家公司这个集团呢 无论是创办人郑从华 或者是现在的董事长海英俊 其实都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企业家跟专业的经理人 被这个集团投资的公司呢 至少在企业文化上面 大家就会给他一个蛮大的加分 那当然啦 他你刚刚提到的边缘运算啊 或者说未来5G的这个部分呢 成长潜力应该也是台达电非常非常关注的 那除了这几个应用领域之外 我发现IPC有些族群其实获利蛮稳定的 也对股东蛮大方的 是是是 就是IPC里面还有一个族群呢 是谈这个高值利率就一定要想到的朋友 像是友通 非捷 安晴 他们呢其实历年来看都是有 都是高值利率概念股啦 几乎都有5% 6%甚至8%的这个值利率 其实很高 好高喔 对对对 那今年呢 就即使去年因为有疫情嘛 那他今年他宣布这个鼓励政策之后呢 他们配发率有提高 所以还是稳住了这个现金值利率5%以上的这个基本表现了 那这三家业者刚刚提到 友通 非捷 安晴 他们也都陆续有表态说 其实今年是 营收目标是已回到2019年的水准啦 这样子 就是当然是比去年好的 那加上有高值利率的题材互提的话 还是蛮值得关注的 讲了个股的选股交战之后 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我有一个同样的感觉 就是有些你听起来 股号其实蛮陌生的一些公司呢 他其实在个别的领域上面 都有一些龙头隐形冠军的一个样子 那认真的评众朋友 其实他可能更想问 除了个股的选战之外呢 他有没有办法当这个产业的先知先觉者 那现在就进入我们这一集的彩蛋时间 好的 那在这边可能要送大家三个彩蛋 第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要怎么判断这个工业电脑 它有没有一个什么先行的指标这样子 那第一个我觉得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 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因为其实工业电脑 它很大的营收来源就是其他国家 尤其是欧美国家 或是其他企业的资本支出 所以看客户的采购力道是否回升呢 就可以先拿来闻闻味道这样子 那像其他的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工业电脑呢 交通运输的 交通运输这个领域 还有像中国啊 5G的建设 半导体 电信业者 零售业 赌场 这些客户的业绩是否已经先回温了 再来看工业电脑 就是一个指标这样子 这个第一个提到的就是 PMI制造业指数会是一个先行指标 这是第一个彩蛋 后面还有两个彩蛋 对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谈一下关于IPC的本益比 应该怎么看啦 其实大厂 炎华 还有像背后比较有这个 鸿海集团 有富爸爸集团 华瀚 瑞奇店 他们都享有可能20几30几倍的 这个比较高的本益比 对 那其他的像是广定啊 灵华 他们比较像是本梦比啦 因为他们谈的是 雏能啊 离岸风电啊 或者是这种L4等级上的 自驾车的运算系统 这种相关的 因为是市场比较关注的趋势嘛 可是还没有办法 马上有很大贡献的题材 所以他们是可以享受 比较高的评价 对 那最后呢 最后一个彩蛋 其实是要提醒听众朋友 现在的这个强劲需求 刚刚有提到 就不可会言 它可能会含有这个 重复下单的成分嘛 所以可能像业者 大部分他们是觉得说 可能到Q3Q4 大家把这个零组件 供给的情况梳理清楚 确认实际需求到底是多少了 他们看清楚了 那可能会有稍微 就他们会有砍单的议题 那我觉得应该不只是IPC啦 其实你只要听到 现在有缺料啊 涨价这种议题的 其实都蛮有可能的 那大家就是要留意一下 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 送给听众朋友的三个彩蛋 这样子 刚因此彩蛋时间的时候 他讲到了PMI制造业的 采购经理人指数 这里就帮大家补充一下 今年主要的区域 包括美国 欧洲 中国以及日本的 PMI指数呢 几乎都已经全数 回到了融枯线 50以上了 那欧洲跟美国 已经公布的数字 也是逐月回升的 这个就呼应了 因此刚刚提到的 IPC的先行指标 其实已经有点开始在动了 那最后因此 要帮我们再补充一下吗 IPC有没有一些 新兴的应用领域 其实是我们可以 再持续观察的 好的 我这边 除了刚刚提过 零售啊 博弈这种 然后跟5G商用化 满周年间带来 之后会带来的一些需求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5G其实在工厂自动化 也扮演着 很关键的灵魂角色 其实有厂商就很积极的 在推广AMR 就是自主机器人的这种技术 就它是很需要5G低延迟啊 然后real time 很及时的这个特性的 物联网装置 那有厂商也有喊话说 经过一年的成绩啊 开发 今年要陆续推出这种 AMR的新品 它是可能是 不只是单一个机器人 会在轨道上面走 它是一群机器人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可以沟通 他们叫群积自主 好可爱 跟机器人社群的概念 对对对 对 所以这是对工厂自动化 是很有帮助的 对 那过去的投资 可能现在maybe 也可以开始回收了 所以相信今年IPC 算是走出谷底的一年啦 这样子 对 以前很多人都说 我们Money DJ的记者 很擅长追一些市场 还比较冷 但是有潜力的中小型的股票 我们团队都自称 自己是市场的冷门股的专业户 今天聊的工业电脑的族群 其实有些公司 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呢 不过在大环境的疫情后的复苏之下呢 因此有点出啊 像是零售 5G 车用 工业4.0的领域呢 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全面反转的味道哦 那从整体肋骨的融库的景气判断啊 个别公司的利基 以及未来的策略呢 因此把我们分析的都非常的清楚 那希望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之后呢 对有兴趣的公司呢 也可以列为比较长期的观察标的 最后就进入我们最喜欢的回复留言的时间哦 这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 给了我们不少的五星评价哦 而且算是我们脸书小原地的 理财路桃社呢 这个礼拜的追踪人数的曲线 是突然的暴增了起来 其实让我们的团队蛮激励的 我们真的要谢谢 再次再度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哦 那Podcast的留言区呢 我们有看到 Dora Ming Share的提醒我们 在来宾的语速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先谢谢 感谢你非常仔细的聆听 然后给我们一些意见 那我们以后也会提醒来宾 跟我们自己的主持人能够多注意哦 那不免俗的呢 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 多帮我们订阅分享留言跟评价 你们的每一则的评论 我们真的都有看 而且也都有列入 我们每集制作会议的讨论哦 那你们所有的留言 都会成为我们后续制作节目的重要动力 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先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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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